Hello Hello 各位 大家看我華強筆的頻道 就知道我最喜歡 把華強筆所有不同產品 找出來給大家 今集我又很辛苦 找了一些高級版的 機械錶拍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最新的質素去到什麼地步 以及大約價錢是多少 今集我們講完機械錶 之後再講回電器 大家慢慢看下去 上次講了一些 GMT 今集就會講一些 DATONER的款式 不是開玩笑 超高質素 這幾者二手市場都二十起跳 而華強筆的價錢 大約是二十分之一 再低一點 所以大家值得期待在這一集講什麼 當然除了DATONER之外 我都會講幾款入門 的標款 主要是拍照給大家看 你都不要說 帶上手之後 真的非常帥 便宜地入手 都絕對可以考慮 不過今集我就沒有 增標做對比了 因為這些款式太高級了 我也沒有那麼多 看得多華強筆的電器 都看看華強筆另外一種 高科技產品 至少知道大約價錢 有什麼款式 究竟是什麼質素 都好 好 立刻開始 第一款介紹的機械標 是116500LN 即是黑白熊貓的DATONER款 亦都是熱賣的款式之一 而頭這一款 還要是極高房 今天介紹的款式 高質素很多 跟上次不同 全部都是高質版 或者是極高質版 價錢大約2-5千元 只是找到這些標款 拍給大家 都搞了很久 定價是怎樣 除了外形之外 機身也會有分別 當然大家不要問我 機身有什麼分別 我也答不到 我們主要先看看 這個機款的外形 左邊就是我在Google找的圖 而右手邊就是 華強筆極高質素的版本 大家有需要 可以按停畫面 慢慢欣賞一下 對比一下有什麼大分別 當然這些機械標 真的是機械的 你只要搖一下它 你就會聽得到 裡面的機身上了鍊 當它上了鍊之後 其實它的秒針就會走 好像這隻DATONER 在下面的標圈 它就自己的秒針在動 當然Youtube裡面 有很多專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究竟有什麼分別 第二隻 就叫做1165-19LN 是白金的灰面 這隻又是型到嚇爆 首先它是為數不多的DATONER款式 配備了膠帶的設計 貴重得來是有一種運動感 都是同樣 大家有需要可以暫停畫面 看看對比 這款又是極高質素的機械標 帶上手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都覺得挺有型的 又要先戴上頭盔 拍下這些機械標 是想告訴大家 現在的科技去到哪裏 就好像華強筆的產品一樣 我當然主張大家買原裝正版 但如果大家要性價比 當然是華強筆的產品 而介紹了頭這兩款 是高高質素的 之後下來的就高質素 大家用下你的眼力 看看有沒有分別 第三隻就是1165-15LN 是玫瑰金的膠帶版本 介紹到這裏 大家覺得今天的DATONER這段影片 正不正 老實說 DATONER膠帶的話 起手都要20以上 我真的沒辦法找到真錶去對比 大家專業的人士 看一段短片 覺得有沒有破綻位 絕對歡迎留言告訴大家 要不看 一看就玩到最頂尖 這隻厲害了 116508 是黃金綠的DATONER 就這樣售價 應該超過50或以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所有手錶 除了錶面錶玉 非常之相似之外 它的錶罐、Logo、錶帶 手感、重量、質量都非常之高 華強筆絕對是你一個想像不到的地方 又拿回圖 讓大家對比一下 是不是就這樣看 都已經有九成相似呢 其實如果你在現場 這隻綠色就更加漂亮 雖然錶帶我就沒有特別教到 不過帶到上手 都真的不講得少 各位觀眾看到這裏 今集是否有些特別呢 給個Like、Share給朋友看看 再下來這隻 就相對熱門少少 是叫做126713GRNT 是GMT Master II的其中一個款式 這隻都算是入門版的標款之一 但如果計算正式售價 都過十 而它跟機都是採用近年 最新出的珠珠標帶 真的那個相似度很高 這些款式是適合一些香港人做運動 用來炒款的標款 所以到處都有人戴 正因為這樣相似度更高 再下去這隻真的到處都有人戴 因為最入門的版本 116610 黑水鬼 我想你身邊僅有一個朋友戴著 這一類型的手錶 其實價錢上在華強北 絕對是有驚喜的 但始終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你打算幾個水 就可以買到這些質素 那就真的不可能 但又反過來 二千多元可以買到 這麼高質素的機械標 又絕對不貴 而最後還有兩款 就跟黑水鬼差不多一樣 就是GMT Master II 的綠針 而華強北的款式 是做得很貼地的 它有舊式的鋼帶標款 新式的珠珠錶帶款 同樣你都可以選擇 亦都部分的Model 會因應它的機身不同 亦都價錢上有少少差異 而就算是它的錶面上面 那個陶瓷圈 你同樣可以轉動到 它的聲音和真的接近一樣 我對比回自己那隻 真的完全感覺不到有分別 好 今集為大家介紹一下華強北的機械標 這一段就到這裡 我們之後就看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電器 我們今集又回來 聖華智能 找Tiger和美女店員Annie 因為有新觀眾的關係 教大家如何來 華強北站 藍色線的E2出口 轉右手邊就馬上來到 記住是塞加通訊市場的經濟大廈 右手邊向直行10個鋪位 提提大家 我今集介紹的所有產品 都可以WeChat問一下店家 再簡單介紹一下 聖華智能這間店鋪 其實這間店鋪的裝修設計 很簡約 但擺設很整齊 最重要 有個可愛店員Andy 幫大家介紹 我也是那句 我介紹得華強北的店鋪 所有店員的態度都非常之好 第一樣要介紹這個 連接手機的翻譯機 非常之高科技 之前雖然有講解過 但現在它透過手機的app 更新後 還有新功能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找一些 翻譯產品 但又輕便一點 這個絕對可以幫到你 Annie 好像說你們有新產品介紹一下 今次有什麼好介紹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門口那個 是 OK 多了一個顏色 多了一些新的功能 給大家看一下 它之前說是有黑色和紅色 現在多了一個金色 是 我演示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好啊 之前都玩過 它也有很多功能 聽說現在再新更新了 可以更新的功能 有很多客人想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呢 是通過這個 晶片 嗯 這個可以 下個app 下這個app 是 我連接了這個籃碼 打開之後呢 連接了這個籃碼 連接了手的籃碼 已經連接了 嗯 已經連接了之後呢 打開那個app 打開這個app之後 就可以翻譯到 我現在是語言翻譯英文 按住這個按鈕 今晚一起吃飯 OK 好清喔 即時分別到 什麼語種都可以 這裡的語種有140多種 所有語種 日文、韓文、泰文 基本上的語種都有 你可以看到很多 OK 沃爾蘭也有 很多小國家的語種都有 OK 這邊還有 都是透過上網 所以什麼都有 西班牙都有 OK 選擇你想要的語種就可以了 好的 那還有什麼特別呢 下面就是 它的功能 對話 翻譯就是兩個人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還想跟它對話 我這樣說 我就按這裡 然後 以後 我是簡體中文 還會馬上翻譯英文 這個就是我 旁邊就可以按英文馬上翻譯了 就是 Good Morning 就是 這個是英文馬上翻譯 好 很快很簡單 就是兩個人可以即時對話 它還有兩個是免費送給你體驗的 就是免費送給你體驗的 有一個小節 有一個同聲 同聲傳譯 視頻風話 這個就是 多些人找 錄音 和同聲傳譯 這個就是 我講的時候 好 好 我現在說的是中文 說的是普通話 然後它就會轉譯成 英語給你 這個語種也是你可以自己選的 即刻就有了 就是你平時看視頻開會的時候 聽不懂的你都可以錄下來保存起來的 哦 立即翻譯的 這個是很快的 還可以保存 這個可以保存 可以保存在這裡找就可以了 之後呢 我現在說的是中文 可以傳送給好友 剛剛說的全部錄完 可以save ok 很方便 可以傳送給好友 ok 這個方便 是啊 傳送給好友 很方便 是啊 傳送給它 視頻通話 視頻通話的話 可以邀請到你朋友 就是你朋友不用下載這個APP也可以的 是 我聲 立即翻譯 就是我立即翻譯到提文給你看 是 對方的話是提文的 這個視像通話即時翻譯呢 的而且確是勁堅的 還可以有不同的語言即刻翻譯 現在畫面預設了 是講廣東話 翻譯回泰文了 還有呢 可以有影像翻譯都可以 是 影像翻譯都可以的 這個都可以試一下 沒見過 可不可以試到 可以啊 現在是簡體中文翻譯英文 演了之後 打糕 演了之後選擇 即時就有很快 哦 裡面畫面的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都有 還有呢 它是有離線功能的 ok 離線的話 很多人關注有沒有網絡的時候 是 你可以選擇這些離線的 離線的語種 是 基本上也都有的 哦 離線都可以翻譯到的 是 還有一些 日文 五百萬 黑萬 離線都很快 都一樣有 哦 真的要下載那個語種就可以了 對 叫Tiger試一下那個離線的 ok Tiger到你出手了 是的 離線 離線翻譯呢 現在我把所有的網絡都關閉了 嗯 現在在廣泰轉英文 這個 這個 離線翻譯都很快 是 你好嗎 How are you 就說你講好之後 你鬆手 就馬上翻譯了 就馬上翻譯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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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都是不離線翻譯的 對 這個已經是離線翻譯了 對 現在的語音有點少 就是有點少 但是呢 其實主要的都有 只有有 但是它目前沒有約語 哦 這只有普通話 對 但是只是當時而已 後面它會更新的 更新了之後就有了 對 還有一個山椰 還有什麼山椰 先拿個包裝給你看 好啊 還有一個 跨 跨第三方聊天APP 這個好 微信 WhatsApp Twitter 全部都有 這個是我示範給你看 WhatsApp我就沒有了 我就示範 微信給你看 然後這個功能 其他翻譯機也是給不到你的 甚至乎 你用微信或者WhatsApp 那些人錄音給你 例如他的錄音是廣東話 都可以立即透過這部翻譯機 轉做英文聽回 我喜歡你 I like you OK 這個就是 異音翻譯 新的功能 更方便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APP 有時候可以更新 嗯 一直可以更新 明白 明白 那些普通的翻譯機 你買了就買了 可以更新 但是這個 就會一路還有新功能 這裏是單個APP的 這部翻譯機最棒的就是 它的APP可以上升 其實大約一個月前 我已經說過這部機 但是之前都沒有那麼多功能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翻譯機的話 絕對可以考慮這部 可以無限擴充功能的方法 而剛才介紹過的所有功能 這部機一買回去便可以用 而它的離線翻譯 足足可以免費給你用兩年 而同聲翻譯 和剛才那個視像翻譯 你買了這部機 都有60分鐘的免費試用 用完之後 覺得有用的 才考慮買它的套餐 繼續使用 而最棒的這個翻譯機 很簡單 後面還有磁吸可以貼在你的電話裡 還可以當一個電話座 打直也可以 打橫也可以 這麼棒的功能 的翻譯機 現在只需要公仔頭價350元 大家有興趣 記得過來試試玩一下 真的實用有用 就買回家了 接下來就會介紹一系列的 山水這個品牌的喇叭 就算我之前未拍華強筆 都聽過山水這個品牌的speaker 這次店家加入了一個新的系列 總共還有6款 又可以唱卡拉OK 我們聽聽聲 現在介紹的這支是山水的喇叭 有些人說想玩卡拉OK 平時搬造模式去唱的話 這幾支都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這支是最大的 最大的麥克風 這支可以跳大小聲 高音低音這裡都可以跳側的 很多模式 很多模式 最大的一支都可以增加 太大小聲 還有兩個麥克風 它本身是賠一個 但是我現在是賠兩個麥克風 給你 大小聲 大小聲 有三個小聲 這支是最大的 所以聲音最美 是 升到很美 還有小聲不同 這個我很喜歡的 手提式的 還有這部會比較中間的 中間這部是小的 它這個你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充TF卡的 平時你可以練習 除了練習手機藍牙之外 可以調整就是可以充TF卡 充USB 都可以聽過 可以聽到 這幾個都可以跳到 麥克風的大小聲 還有音量的大小聲 都可以跳到 KTV模式 消音都可以收到 立即播放最大那部聲音 給觀眾聽聽 真的非常之強勁 而大那三隻 全部都是跟一個麥克風 店家現在還會送多一個麥克風 最棒的就是 它整個系列 六個款 全部都是內置充電的 而小的三隻 也不要小看它 小小的聲音都很厲害 絕對不會比正版的Marshall差的 但它整個系列 都是$200到$500多 有興趣大家過來試一下 就知道我沒有吹水了 而小的這幾部 它除了有藍牙連接功能之外 它還會有收音機功能 大家也可以當它是收音機 而更方便就是 它們整個山水的系列 每一部都好 都可以直插USB 以及插記憶卡 只要裡面是有MP3的歌 你按下去就可以馬上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暫時我在華強筆試過的華強筆喇叭 山水這個系列絕對是頂配 價錢又便宜 音質又好 又夠大聲 而小小的這幾部 全部都是有手繩 又方便帶出街 如果你買最大的那一部 開到最大聲 我保證鄰居都會投訴你 這個是什麼呢 又是翻譯機 又是翻譯機 P60 P60 它有個特點 就是它離線 是不需要下載的 哦 本身已經有了 本身這個離線 很多人說 沒有網絡怎麼辦 沒有網絡 你就用這個離線 離線是不需要下載的 是 它有什麼語言 語言可以看 英文 簡體中文 昨晚發問 昨晚全部的基本上的語言 有沒有廣東話先 最緊要 沒有 肯定有的 有有語言 對 所以這些眼前的所有語言 都不用下載的了 我打開 這個機器你打開 就已經有了 拿出來便可以用 不需要連夢錄 拿出來便可以用 好 你可以試一下 方形速度 早晨 Good morning 非常快 都是一秒左右 好 現在是2 試一下翻譯了 上次很多人說 之前的一起吃飯 翻譯到 不是很準 現在試一下這部 今晚一起吃飯 OK 準了 今次OK 離線翻譯都這麼準 很快 你看到它速度很快 都是一秒左右 就翻譯了 對方英文就按這個 藍色就是 Good morning 早晨 OK 不會馬上讀完 好的 它有一個退出鍵 好 按一下退出 這部主要就是這個賣點 這麼方便 其實這隻是自看大一點 有些如果想看老人家 就給爸爸媽媽想看 自看大一點 這隻都很方便 如果你想近多的語種 你再次連網絡 連Wi-Fi 它有些影響 同性都可以用到 OK 好 它還有一些 就可以習慣的 生的 學習模式 對 學習模式 好的 你都可以看一下 它的設定 就可以調到 可以連Wi-Fi 來自Wi-Fi 連辣麻 就是你有時出生 你可以連辣麻耳機 藍麻耳機都可以用到 對 系統的語種 縮度 這些設定都有 嗯 明白 還有呢 它有一個保護套 給你 好多人喜歡有些保護套 它這部都有保護套 給你 跟機有的 有一個保護套 給你充電線 哦 手機套一樣 好 帶著你的袋去旅行 都不怕 好 好 這部翻譯機 Anny就說 這麼多位觀眾 過來 就一定有優惠價 大家有興趣 就過來慢慢試一下 因為翻譯機 我之前都講過很多 不同的模特兒 我不詳細再講一下 這些功能 最主要這一部 就有離線翻譯 粵語都有 還要勁快 今集大致上 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華強筆的片段 下條片再見 拜拜